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而能不失 那才是真正的不失 因为你能做到所谓做不到的事情 这事才是真 你做得到的事情才去做 那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你去做 那没有什么出奇 人人做不到 你能做得到 这就是出乎其类 保护其催 超出一切的人了 出乎其类 保护其催 就是和一般人不同了 讲到贫穷不失难 我们可以说一个公案 在释迦摩尼佛住室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最贫穷的人 他虽然贫穷 但是他还有个太太 就夫妇俩 可是夫妇俩的生活非常困难 只有那么一个小破房子住 可是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穿 穷的这个样子 只好天天去乞讨 到街上去和人要饭吃 要饭吃 这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难的是夫妇俩没有衣服穿 只有一条裤子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 你说这一条裤子怎么穿呢 就只能轮流住穿 怎么穿呢 譬如今天丈夫出去讨饭吃 就穿这条裤子出去讨饭 讨回来的饭 夫妇分住吃 明天呢 就是太太出去讨饭 也穿上这条裤子 在家里的这个人就没有裤子穿 出去讨饭的这个人就有裤子穿 要回来的饭 还是两个人分住吃 这样子马马虎虎的 也就天天这么维持生活 你看 穷的这样子 可以说是最穷的人了 在这时候 有一位屁之佛 前面讲过屁之佛有宿命通的 他一观察 这两个人在宿室之中不肯做不失 所以今生就这么穷 穷得要两个人穿一条裤子 八 这回我要度他们去 这屁之佛就发愿要度这两个人 让他们有机会种福 于是到这夫妇的门前来化缘 这屁之佛是一个比丘的样子 站在那个地方 托住波在化缘 这对夫妇一看 有个和尚来化缘 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 八 饮食也没有 衣服也没有 只有一条裤子 这丈夫就对太太说 我们都要发一点不失心来求求福 为什么我们这么穷呢 就是以前我们不肯不失 所以现在穷的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做个不失 太太说做不失 我们有什么可以不失 丈夫就说我们还有一条裤子啊 可以不失给这出家人 太太就发了脾气 说你真是混账 糊涂 我们就一条裤子 如果不失给比丘 我们连这出去要饭的本钱都没有了 我们用什么可以再向人启食呢 只有这一条裤子轮流住船 还可以出去讨饭 要是把裤子也不失了 我们怎么出去呢 丈夫就劝他太太不错 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不管自己的生活 不失裤子给这比丘 我们两个不出去 就在这儿饿死算了 还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看 那比丘在这儿也不走 太太一听 叹了一口气说 但好吧 你欢喜不失 就不失好了 这夫长俩就把这一条裤子 从窗户递给这比丘了 这比丘是个正果的披之佛 他接受这条裤子后 就到释迦摩尼佛那个地方去 辗转供养释迦摩尼佛 说 这是我方才在一个穷苦人家画来的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是他全家的财产 可是他都不失给我了 释迦摩尼佛就接受这条裤子 接受之后 就对人说 这功德是很大的 他家里就这么一条裤子 都能不失出来供养这比丘 尤其供养的是个批之佛 所以能得福无量 将来是有很大的福 当时在释迦摩尼佛这个法会里 这国家的国王也在这儿 国王一听 就想自己国家有这么一个穷的连败也没得吃 连衣服也没得穿的人 自己在皇宫里吃的那么好 穿的也那么好 这怎么能对得住老百姓呢 于是国王生了大残亏心 就派人到这穷苦的家庭去送米 送面送吃的送穿的 送了很多 这两夫妇即可就得到果报了 才不是一条裤子 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们以后也去见佛 佛就为他们说法 一说法 这两人即刻就正道出国 所以说贫穷不失难 你在难的时候 若再能不失 这才是真正有不失心 越难你越能做 这才有价值 好像我们人不能挨骂 若有人骂我们 我们能受 这就是有德行 人也不能挨打 若有人打你 你能接受 能认识啊 这是善知识 他能令我消业障 能令我出苦海 这是最难得的善知识 无论哪一位 境界来了 你们要认识 说你不好的人 那正是你的善知识 不要听人家赞叹你一生 就好像小孩子吃糖似的 高兴得不得了 人家毁谤一生 就比吃黄莲还苦 不要这样子 福说二十难 人生岂止二十难 这难可就多了 难的事情来了 你能把它处理得很容易 那就是明淡佛法了 好贵学到难 好 富豪 很有钱的 贵 就是尊贵 很有地位 很有势力的 既有钱又有势力 当然生活很安定 不像方才说的那对夫妇 只有一条裤子 那么样的苦恼 好贵的人穿的衣服很多 钱也很多可以用 并且有很多高尚的亲戚 又有很多有名望的朋友 在这时候 你教他修行用功 出家学到 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什么呢 他一切一切都满足 一切一切都觉得很快乐 什么都很自由 住的房子像皇宫一样 吃的都是一般人吃不住的最名贵 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你要他修道 这是不容易的 性命必死难 性命就是不要命了 但是即使你不要命 也不一定就可以死的 好像有时候人想要自杀 吃安眠药 吃的少了 他又活过来了 这就是想不要命 却不一定会死的 如果你想不要命 就一定会死 那就不难落 又有一个说法 你这命不要了 当然会死 就算你想要命 用种种方法来保护住 教他一定不死 这也是办不到的 人人都会死 没有一个人是永远长生不老 长生不死的 没有这种事 所以说弃命必死难 得赌佛经难 你们各位不要以为现在能听讲经 又能看经 觉得很容易 这是不容易的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的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武则天撰写的开经 既看雪刻 助您想一想 这佛经是不容易预注的 况且我们这人生也是不容易得的 今生的助人生 又遇到了佛经 还能听人讲佛经 这是不容易的 这都是无量节以前你们就种了大善根 生殖佛是难 你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 这也不容易 虽然现在佛灭度了 但还有佛法 还可以学佛 还可以修行 这都是很幸运的 忍思忍欲难 这色欲难女之情这种爱意 是不容易忍的 因为一般人平常的情形 都是这种生理 男女要结婚 这都忍不住的 你若能忍得住 能忍色忍欲 对境界无心 能有忍力 这也是不容易的 你忍来忍去忍不住了 就颠倒了 忍来忍去忍不住 又颠倒了 所以这忍色忍欲也是不容易的 见好不求难 见当什么好事 你不去贪求 这也是不容易的 人人都是见着好就贪了 所以见好不贪求 这也是不容易的 贝汝不称难 好像无缘无故就被人打一顿 无缘无故就被人骂一顿 也不因为有什么理由 他就来侮辱你一番 侮辱就是对你不客气 对你很不好 这时候你不称恨 心里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 这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你若能做 那就是过来人了 就是过来了 有事不灵难 有事 就是有势力 好像那做官的 他要杀人就杀人 这叫已是灵人 人家没有犯法 他用他的势力去把人杀了 这叫有事 灵 就是灵到其他人的身上去 有这种权力 就随便杀人 这叫有事灵了 不灵 就是不仗着权力去欺压人 虽有权力 还是尊重人 不随便杀人 随便欺负人 这叫有事不灵 这也不容易的 虽不容易 但是你若能那样做 这是最好的 出事无心难 出事 你无论欲助什么事 你要能以无心处之 以无心应付 事情来了 也不要紧 随人处理 事情去了 更不要紧 就是事来则应 事去则尽 这叫无心 没有执着心 没有妄想心 广学伯就难 广学 就是广泛的去学习 不就 是多多的研究 这也是不容易做的事情 除灭我慢男 人人都有一个我慢 你若想要把我慢除灭了他 没有我慢 这也不容易的 不轻未学男 你们各位先出家的 都要知道这一点 对没有学佛法的 你不能轻慢他 你若轻慢他 那就叫轻慢未学了 对不懂佛法的人 你应该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教化他 不应该轻慢他 不可轻忽他 不可对他很不客气的 在佛教里有这四种的不可忽 佛也常常这么说 什么是四种不可忽呢 一火虽小不可忽 就是对于小小的火 你不可以马虎 不可以随便 虽然是很小的火 你也要很注意他 因为你不注意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 二龙虽小不可忽 龙虽然很小 你也不可以忽略他 因为龙可小可大 他有神通变化的 三王子虽小不可忽 王子是国王的太子 虽然他很小 但你不可以忽略他 因为他将来是做皇帝的 四沙门虽小不可忽 沙门虽然小 你也不可以忽略他 因为他将来可以成佛 因此不忽略学 就是对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你不可以轻看他 不可以看不起他 所以不忽略学是很难的 心形平等难 你这个心要行慈悲平等 是不容易的 但是也要去做 不说是非难 人人多数都欢喜 讲是讲非的 若能不说是非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有个弟子说 他没出家以前 就不会讲是非 那么出家以后 在这儿反而学会说了 但是他还觉悟得很快 所以现在相信他又不会讲是非了 会善知识难 会 就是欲 你能遇到善知识 这也是不容易的 你看人人学到啊 遇到的多数都是狐狸八图的 善知识他不糊涂 不会教你走到错路上去 修道的人一定要听善知识的话 不听善知识的话 在你还没有证过之前 就信自己 认自己的信 那是不行的 终究会堕落 终究会招谋账的 所以一定要亲近善知识 听善知识的教话 这是说会善知识难 见性学到难 学到的人不容易明心见性 学到要能明心见性 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随话度人难 随人随分来教化众生 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读境不动难 你遇到什么境界 能不被这境界所转动 而能转动境界 这一件事也是不容易的 善解方便难 你能明白什么是方便法 用它来教化众生 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不容易的一件事 不容易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的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的 感谢您的观看